资料档案合并这件事 透过Excel先读入107年的资料 所以怎么读入呢 第一件事情打开Excel 然后你再去找1里面的Excel 2016 打开Excel之后 这边请选择空白活跃部 我现在呢我要做的是 把这些资料表先叫进来 也就是把进口107年的资料叫进来 所以怎么叫是使用资料新查询 从档案 从CSB 再接下来我们就点选刚刚的位置 我们是放在范例底下的进口107 然后汇入 请注意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一个档案汇入 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到时候要直接套用给另外一个档案 请点选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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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明明这些都是数字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正确的数字 然后以上这些都是很标准的数值 也就是资料清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如何做资料清理 各位这个活页部查询 我不晓得您有没有开启 好 它是放在这里 我们要如何进入资料清理 模式 点选资料 然后显示窗格 然后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活页部查询 好 麻烦这个活页部查询 这个查询 快速点两下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这个叫做 Power Query编辑器 好我稍微 稍微先把这个 这个视窗 稍微搬下来一点点 你有没有发现 它不是以色谷 这个编辑器 这个编辑器各位有看到 它是Power Query编辑器 它就是让我们去做数据清理 那当我们今天我有新的资料进来的时候 它会重新跑一次这个数据清理 那这个动作 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在 这边叫做Excel 做资料里面的 全部重新整理 所谓资料 全部重新整理 就是 假设你有新资料 进来的时候 它去重新跑一次 这些步骤 例如说好了 您今天 你 进口107年的资料 它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就会产生这一大堆 就是 例如说标题列不对 还有数字类型 它都变成是文字 所以 我现在呢 我要做几件事情 然后 把它记录在 数据清理里 然后到时候 新资料进来 我重新整理 它就去帮我 一样跑 跑这些的资料 处理 这样我 我到时候 我就省时间 我不用 每一个档案 一直在那边 就是 重新做 资料 整理 这件事 好 这都是 让我们可以快速回 可以提早下班 很重要的事 我们先把这一次 设定好 首先 这一个档案 请注意这个地方 它叫做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麻烦我们先来去做 如何把这个标题 变成正确 好 它这边叫做什么 左上角 左上角 我其实不太喜欢使用上面的功能 麻烦请使用枢纽控制 这是一个表格 查询表格 然后这里 这个叫做什么 枢纽控制 然后请选择使用第一个 不要点两次 只能做一次 因为它只有 它只有 第一列 什么 扩人一扩人二要拿掉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那它刚刚做了什么事 它刚刚 它说 将标题升接 它做了这件事 它的程式内容 已经帮我们写好了 这也是这一套 也就是以色谣 它现在极力在做的 让我们可以快速的去完成的事情 这个稍后都会再跟你们介绍到 那 接下来 我们 我们就做一个 就是 这里 这里面不是有很多那个 横线 我要去 请点回来 请点回来 我要把这些横线 全部都先改成 零 我要把这些横线 全部都改成零 好 所以 麻烦请先复制 随便找到一个横线 复制 然后 接下来 请选到 这一个 一 活动物 然后 这边 这个卷轴 拉到最右边 Shift 键按住 点它 就是 这些 其实这些栏位 应该通通都是数字 可是就是因为 这些横线的影响 来 滑鼠右键 然后 取代 好 请 刚刚不是复制了吗 你现在就直接贴上 就是那条横线 然后取代为 零 然后确定 好 那 再 重 做 重 做 其实就是把 刚刚做过的步骤 给删掉 就是 就是 因为 它是为了要让你 就是 其他档案 也可以 忠实的 去应用 这个时候呢 它把所有 刚刚曾经做过的动作 都记录在这里 好 所以 我先 我先 回到 刚刚做什么 也就是 我只要把这个 以取代值 删掉 以 变更类型 一 删掉 你看刚 我删掉 以取代值 这个代值 是不是又回来了 然后 以将标题 以将标头 删接 删掉 你看这边 标题 是不是就变成 column1 column2 就是 假设当你取得进来 到这个 Power Query 编辑器 其实 你看到 就是我现在 这个画面 那我从 这个画面 开始 讲起 可以吗 因为在前面一个画面 就是 就是 回到 以色尔了 以色尔的 资料 新查询 可以吗 好的 那 接下来 接下来 我现在 就是 进来到 这个画面 第 我要做 就是把这个标题 列 正规 回来 正规 就是 正名 回来 就是 我的标题列 不能叫 column1 这个 column2 一定要叫 什么 标题名称 一定要叫 统计期 国家地区别 好 这些 所以 1 点选 这个 这个地方 1 点选 樞钮控制 就是这个表格的 樞钮控制 1 请点这边 我 我讲到 1 2 3 就要请你 跟着做 好 1 请点这边 2 使用 第一个 资料列 作为 标题 做完了 我们的标题列 正名回来了 更正名称回来了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我要把这些的 这个 符号 改成 0 因为 符号 是不能 做 四则 加减 乘除 运算 如何把 这个 对许 符号 改为 0 1 请点选 ABC 这个 1点 活动物 2 1 麻烦 请点 它 它在这个地方 会变成 绿色 代表 我选到 它了 2 用水平 卷轴 拉到 最右边 SHIFT的键 按住 请点 最后一个 19 其他 就是 先把 整个 19个 货品 栏位 都选取 起来 3 用滑鼠 右键 3 用 滑鼠 右键 取代值 好 那 取代什么呢 请输入一个 横线 请输入一个 减号 加减乘除的减 那取代 变成 0 所以第四个 动作 设定 寻找 寻找这个 横线 然后取代这边 什么都不要放 然后确定 对不起 这个 这个 这个还不是 不是一个 简号 所以真的要 用复制 要用复制 好 请把这个 移取代值 移取代值 就是 因为我们 现在要修改 好 所以请先 随便选到 一个 这个 这个符号 复制 然后 快速点两下 移取代值 请把这个 要寻找的值 贴上 它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全形的简号 不是半形的简号 好 然后确定 对不起 我就要改成 0 好 就是 请你们 快速点两下 以取代值 然后这边 取代为 0 确定 要请各位 这个是文字 文字是不能计算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 类型改为正确的类型 如何将19个货品的类型 从文字改成数值 好 做法就是 请点 1 请点 这个 1 活动物 左边这个abc 左边这个abc 请点abc 改成 2 点一下这个abc 2就是点整数 好 这个动作要做19次 所以 再做第二次给各位看 就是点选abc 就是点选abc 整数 点选3 植物的 这个abc 然后改成整数 好 我就不念下去了 请你赶快去改完这19个 当你去做这边全部都在一直帮你写程式 我们现在学的东西 是要让各位 未来的工作啊 都不是在做这些 就是机器可以做到的事 就是请把机器做的事情还给机器做 你要记住一件事 就是说 就是 这里面的这些动作 请问107年 进口107年做 那 进口108年要不要做 当然还要再做一次 那 我们不可能一直浪费时间在那边一直重复做这些事 所以 如何把它变成 自动做 所以 你至少要先做这一次 让电脑能够帮我们 记录下来 我做了哪些动作 然后套用给 其他的档案 也做这些事 好 现在我就在做 这样子的事情 接下来呢 我想要做的是 因为这些资料 我到时候终将要做一个计算 就是说 我要算说 我想比较一下 到底 像例如说 中国大陆 我们对中国大陆进口依赖是怎么样 我们对日本进口依赖是怎么样来去做比较这件事 那问题是 你现在这样子的资料其实是不能做比较的 好 因为它变成19个货品 我们只想要比什么 例如说 那个 2018年 107年 好是多少 这件事 其实在这个地方 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 我觉得 我们 我们 我们要上到12点 好 这边我必须要先告一个段落 就是这个资料清理 所以 如何要把它变成可分析的资料内容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做转制 必须要去做转制 把这些资料转一个方向 从列变成蓝 这个动作叫 对于 就是 Power B 对于Easell这边来说 它叫做取消枢纽转制 好了 那取消枢纽转制也很简单 我们来做一下 首先请选到它 首先请选到 如何去做列 所有的数值列转换成蓝 第一 请点选最左边这个货品的1 活动物 然后 选到 第19项 货品 然后 接下来去做 转换 转换 取消资料行 枢纾纾 这是 第三 请选 转换 第四 请选 取消 资料行 枢纾 就做完了 这样子的内容 我们到时候才能做 计算 例如说 书纽 分析 是 这样子的资料内容 才是可以分析的 例如说 我们这个时候 就可以分析说 107年 到底是 哪一个国家 的 进口依赖值 最高 到底是 哪一个 进口货品 有最高的 进口值 好 其实还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这真的 必须要写一点 我们还是 做一下好了 因为 因为 事实上 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 在这个地方 就是 我们要 我们 反正 总而言之 我们 最好是要把它 区分为 因为 107年 1月 其实 电脑 看不懂 这是日期 所以他就把它 当作是文字 因为 没有 107年 1月 好 以系统来说 它的 日期 它只有记录到 1900年 1900年 从 1月1号 开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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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那个 西元 107年 1月 他会认为说 这可能是在时间上面 是一个 错误的时间 所以他不会把它 视为是一个 日期 所以我现在呢 我想要把它改成 这是2018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关闭 并 载入 我刚刚我们先做成这个样子 好 然后 然后 麻烦请 请看一下 就是说 在常用 这边有一个 关闭 并载入 我现在呢 我们要 请大家 先做一件事 就是 关掉 Power Query 编辑器 载入 就是把 现在这样子 变更的结果 载入到 Excel 这真的是一个 很重要的 EPL概念 我真的可以保证 你可能 之前也都没有听过说 原来Excel是要 这样子使用 因为 只有这样子 正确的使用 你才有可能 就是 拿到新资料 按重新整理 然后就可以去 看到结果 好 那 我们现在 要做的是 就是 ETL 里面 的 L 也就是 关掉 这个Power Query 编辑器 然后套用 给 Excel 好 所以 请点 1 常用 2 点上面 这个图示 这样的 关闭并套用 上面这个 这个有一个磁片 然后 回去 回去到哪里呢 回去到 Excel那个档案 好 来去点它 这真的是 ETL的 那个L 点一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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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